这个案子从他可能发病的时候 到现在时间比较长 所以现在匡列人也比较多 那这个案应该是会比较复杂 陈时中坦诚疫调复杂 因为最新确诊本土病例案268 最早2月底就有症状 出现咳嗽 喉咙痛 发烧 前往A诊所就诊 18号又到B医院看慢性病 甚至因为体温偏高住院 住到23号才出院 他会裁剪的大概就是因为 他的同住家人跟职场 这就占了5个医护人员 那他因为有症状 那也会裁剪嘛 应该一裁是阴性嘛 所以他现在还在二裁 案268接触者初步先匡列102人 其中以医护人员最多 证明北部男子离开B医院之后 又出现发烧 呼吸喘 25号再到C医院就诊 这时候才被通报裁剪 确诊阳性 算一算发病期间六度就医 时间已经拖将近一个月 我们要去回溯这一个月来 哪一天到哪里接触了哪些人 有的时候印象会有点模糊 他没有相关的那个旅游 结束死以后 然后又没有典型肺炎的症状 那就可能会忽略掉了 50多岁男子发病时间长 疫调难追 曾到过一间诊所两家医院 还没有出国旅游室 专家说是典型的社区感染 包括过去几例本土个案 也还没完全厘清查明感染源 这些确诊患者都可能是 社区防疫的引诱之一 三连新闻 陈俊杰 参加学员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